卡塔尔世界杯交战震撼 如果你要问本届世界杯关注度最高的球星 那五一将是35岁的梅西和37岁的塞洛 卡塔尔世界杯是两人共同参加的第五届世界杯 也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届 我们将有幸在这个冬天 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梅罗时代的最后一舞 2007年金球奖的颁奖典礼之上 正是巅峰的卡卡带着自己标志性的微笑 接过了沉甸甸的金球 此时排在他名次后面的是22岁 身兼英超最佳球员和最佳青年拳的塞洛 以及刚刚在球场上 扑克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 长途奔袭部门神迹 被誉为球王接班人 十年20岁的梅西 这是金球奖改制后的第一次评选 我想彼时谁也无法预见到 他们将会在未来十年 垄断这一代表世界最优秀拳的顶级奖项 许多人欣赏梅西和塞洛 一次次在球场上千里走单旗的精彩 又暗暗地期待着 有人能站出来打破两人的垄断 15年 弹指一挥间 一个个梅西接班人 塞洛接班人 迅速地崛起又飞速陨落 梅西和塞洛的光彩 却更加意义生辉 没有英雄不曾面临挑战 最近两年 在职业生涯的收尾阶段 二人都遭遇了艰难与波折 2021年夏天 因为巴萨主席拉布尔塔的临阵反悔 刚刚带领阿根廷队获得每周杯的梅西 不得不被迫离开了 待了21年的诺堪普球场 那时的梅西 778场比赛 672例进球 305次助攻 10次西甲冠军 4次欧冠冠军 8次西甲进靴 6次欧冠进靴 6次欧洲进靴 6次金球奖 6次世界足球先生 纵使战绩骄人 纵使荣誉满身 他离大力神杯 却是直尺天涯 2006年 年少成名 19岁的梅西在世界杯初登场 首秀一船一舍 惊人重任 开启了阿根廷足球的梅西时代 不过那一年 淘汰赛对阵德国队 他没有上场 阿根廷也止步八强 4年后 4分之1决赛 再次面对德国队 德国队以大比分 凌方阿根廷 梅西落泪了 时间来到了2014年 那是梅西里冠军 最近的一届 他带领阿根廷 一路高歌猛进 但还是那个得意志战车 一记绝杀 让梅西冠军梦碎 还记得那个 让球迷心疼的瞬间吗 这么近 却那么远 2018年 阿根廷早早止步于16强 当31岁的老将梅西 神情落寞地注射了球场 然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句 想成为传奇 想成就伟大 你就一定要赢得世界杯 如果说梅西近两年的经历 是经历正通 从尼塔里艰难抽身 以忽然新的姿态 迎接世界杯的到来 那个昔日的小小罗 早就接过了足球精神的一波 成为了许多人 对本届比赛最大的期待之一 让我们先回看一下 他的过往战绩 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 C罗出路锋芒 入选最佳新秀奖 布德亚队 也创下了1966年以来的最好成绩 世界杯的第四名 四年后的南非世界杯上 已然成为主力干件的C罗 也贡献了一粒精彩的进球 2014年 巴西世界杯上 C罗在80分钟射入一球 让葡萄牙险胜非洲强队加纳 或许即便他是带伤出战 也没人怀疑他的实力 但所有人都在惊叹 又是C罗 在关键时刻 为国家队奉献了关键一球 可这只是高潮乐章的前奏 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上 葡萄牙与西班牙队的 伊比利亚得敌中 C罗在最后几分钟提前任一球 成功上演了帽子心法 留下了本世纪足坛的一段佳话 本届世界杯对战加纳的比赛中 C罗靠着伊利点球 他为了历史上 第一位连续五届世界杯 都有进球的球员 这一刻 C罗将运动员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当然 这一切绝非轻松就能实现 刚刚难言愉快地离开曼联 以37岁的高龄初战大赛 他身上肩负着期待 更承受着压力 有人说 世界杯攻城 世人会将所有的宽容给予你 世界杯败退 世人也会将所有的矛头指向你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 只剩向前 向前 向前 路表现 严领葡萄牙创造全新的历史 用行动证明 自己仍然是球场上那个 所向披靡 班中瞩目的 罗总裁 梅西曾经评价塞罗 他是一位伟大的球员 实力很强 每年都在超越自己 变得更好 超强的实力 来自一个弱小的起点 塞罗出身贫寒 12岁刚上体校时 糖尹思念家人泪流满面 还因为口音被同学嘲笑 但最终 助力葡萄牙队在世界杯中 创下了1966年以来最好成绩的 正是当年这个 被排挤的少年 梅西又何尝不是这样 吃着胡萝卜和土豆 长大的梅西 13岁时 身高只有1米4 被贫穷 疾病 困扰着的天才少年 靠着餐饮纸上的签约保证 扣开了足坛的大门 又靠着 从小我就不喜欢输的执着 在过去15年里 用连续12个赛季连赛 在进球25加 连续13个赛季进球30加 70加30 单赛季数据过百的惊人战绩 把我们对顶级球员的胃口 拔高到了一个寻常优秀 无法触及的高度 也许这正是在足球之外 梅西和塞洛给予我们的意义 让我们重燃内心里那份 最纯粹的进取激情 扑手人甚至愿意相信 他们能够杀出重围 会是世界杯的决赛 将一路的颠沛流离 化作一场华山论剑 即便天不随人愿 那也没关系 一路走来 他们已经带来了 太多的惊喜和感动 只要拼尽全力 双雄绝唱 都会让卡塔尔世界杯 成为众人回忆里那个 独一无二的冬天